这里就是1400年前的摩天大楼飞云楼 飞云楼位于山西省万荣县的冬月庙内 为纯木制结构 被移为中华第一木楼 在当地还流传了一句话 万荣有座飞云楼 半截插在云里头的俗语 今天木子就来到了山西 带您领略飞云楼的建筑精髓 让您大开眼界 走吧 它的楼身平面呈方形 整栋楼高度23.19米 像唐代建筑里这么高的 绝对是拔地通天了 故命名为飞云楼 整体建筑没有一个钉子 全部是榫某结构 飞云楼外观为三层 内部实际为五层 非常的精美 每两层之间 它都有一个暗格 古人采用了明三暗五的巧妙设计 你看看它的飞檐翘角 木子看过好多古剑 好多它都是五脊六兽的 五脊六兽这个词 现在是形容比如 一个人等另一个人等的是心烦意乱 百般瘤烂 但在古剑当中 指的是五脊上的镇瓦兽 也叫棘兽 棘兽的数量在古代 有着严格的制度 北京故宫太和殿 那是等级最高的规格了 当时一共有十个棘兽 都有什么呢 一龙二凤三狮子 天马海马六侠鱼 酸泥蟹制九斗牛 最后杭石像个猴 那么最前面那个 叫做齐凤仙人 他寓意着 承鄂阳善 镇宅辟邪 还有扩充疆土 镇火等 镇灾等 其实它的实际作用 是保护固定在 屋底上的琉璃瓦的 长顶不被侵蚀 还能防止雨水 渗到木质结构之上 而在飞鱼楼 我只看到了枪兽 在枪兽上面 是一个武士 在中国古典建筑当中 是非常少见的 这就是古代建筑设计的 巧妙之处 从这里一晚上看 它又像一朵盛开的鲜花 雨水是绝对不可能进去的 这就是古代建筑的厉害之处 整栋飞鱼楼的内部 它是由四根这么粗的通天柱 跟32根 其他的柱子所组成的 像一个正方向的棋盘一样 这样的设计 增加了建筑的稳定性 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抗震效果 您再抬头看一下 上方的斗鼓 一共有四层 345组 估计现在工匠 都无法复制出 一模一样的来了 在中国古建筑的木楼当中 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解释清楚 它到底是何人所见 所以当地百姓有一种传说 这是咱们的祖师爷 鲁班所见的 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秘密 你看 这个柱子下面竟然有个洞 这个洞 有人说它是为了移动 这个飞鱼楼的时候 在下面插一个主木 然后很多人 把这个楼给它抬起来 移到其他方向 其实它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通风的 这样能防止在雨季的时候 室内潮湿的环境下 木头它不腐烂 这个地方如果您来了呀 一定不要错过 在上面呢 它还有一个寿子 设计非常巧妙 而且呢 它拉得非常的长 为什么呢 寓意着保家卫国的勇士们 能够长长受受 暗示着我们呀 要热爱祖国 没有国哪有家呀 您说对吗 飞鱼楼是古代工匠的智慧结晶 木建筑的精髓 它跟山西的硬线木塔 并称为南楼北塔 观众木子 下个视频带您探寻 千年断世家族木 您知道中国最牛的村子 它在哪里吗 它既不是江苏的华西村 也不是广东的列德村 而是我身后这个 被称为宰相村的 山西运城的裴百村 90%的人呀 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村子 那么这个村子 它到底有多么的牛呢 据统计在2000多年来 从这个村子里面走出了 3000多位的七品官员以上的官员 其中先后呀 出过59个宰相 59个大将军 中书侍郎 14个 55个尚书 25个节度使 3个皇后 4个太子妃 还有21个驸马爷 还有117个考取了晋士的人 其中状元就占到了11位 最传奇的是 在唐朝的289年的历史当中 平均每17年 从这里呢 就走出来一名宰相 因为呀 他有大量的人才和辉煌的历史 所以这里呢 也被称之为宰相村 更牛的是呀 从这个村子里呢 走出的官员 从来都不会寻思舞弊 也没有任何的贪官污吏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呀 在这个村子里面 他们最看重的就是年轻人的文化素养 他们始终坚信 欲不拙 不成器 人不教 不知义的教育理念 从小呀 他们呢 就铭记祖训 村子里面的男性呢 如果不能考取秀才 那死后呀 是不能进入到我身后这个陪氏家族的祖辞大门的 如果当了官以后呢 出现了寻思舞弊的纳窃敛财的行为 那么死后呀 连陪氏祖坟呢 他们都是进不了的 所以正是这种正能量的文化教育的理念 才是陪氏家族打破了穷不过五福 富不过三代的一个规律 那么一直呀 坚持到了现在 已经呢 有两千多年了 陪氏村在古代的时候呢 是将相之村 那么现在是什么呢 又成了高材生的之村 这个现在仅仅只有九百多人的村庄里面呢 就有三十四位学生考取了清华北大之类的高等学府 这样的陪拜村您说牛不牛 观众木子 带您去看更多的名胜古迹